民国101年6月23号 当年桃园县环保局在南侃西旁的金国宠画区 举办桃园静西嘉年华活动 邀请民众、学生和企业来到西畔捡食垃圾 并透过高扣摄影的方式来记录 借此呼吁大家要主动爱护自己的家园 共同守护河川环境 桃园县万人互息宣誓的活动 事实上我们这几天 已经在各地办了六场的互息的活动 今天是整个在集合 有超过一万名的民众 自愿自动自发的来宣誓他们保护 守护我们桃园县河川的决心 桃园县河川现在有民众、学校、企业 很热心的参与来任养 大概任养比例已经将近40% 我们的理想是最后能够100% 大家都守护着所有的河川 所以今天办的这个活动呢 配合这个空中的空拍啊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嗨 当年桃园环保局在五月份的每个周末 都举办静息活动 但不仅仅是新扫河川而已 现场也举办宣导活动 带民众认识环保标章 也展出又环保概念创作的作品 更有女子搭鼓表演可看 让每个人从生活中的小细节开始爱地球 守护家乡美丽河岸 记住综合报导 谢谢大家